鮮奶凍 鮮奶凍 大家好,我是Tiffan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易做的甜品 就是鮮奶凍 現在先看看今天的材料分量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就馬上教大家做鮮奶凍 首先煮牛奶 牛奶先放一半 用打蛋器一邊煮一邊攪拌 當煮到差不多 就可以放魚膠粉和糖 然後繼續用打蛋器 一邊煮一邊攪拌 牛奶不需要煮滾 只需要見到一點氣泡 就可以關火 預備一個隔篩 把剛才煮好的牛奶 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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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用打蛋器 搅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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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 然後預備一大碗冰水 然後預備一大碗冰水 把剛才的忌廉和牛奶 再用刮刀搅拌均匀 搅至开始凝固就可以了 最后预备一些小杯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用自己想要的杯 我这个份量可以做到三小杯 这杯的奶冻已经冷了一晚 现在就可以脱毛了 我们利用双手的热力 令奶冻容易脱毛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奶冻多彩蛋 今天我们分享鲜奶冻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